从出生就开始吃快餐的孩子 长大了会怎么样呢 这个男孩叫古巴 19个月大 却已经有了10个月的快餐经验 就连奶瓶里装的都是可乐 平均一天就要喝6罐 他非常喜欢麦当劳和肯德基 一顿不吃汉堡薯条 就暴躁的跳脚 当然这样不好的饮食习惯 和他的家庭离不开 古巴出生在一个快餐成瘾的家庭 他的父母和两个姐姐 从周一到周五都在点外卖 连外卖员都成了熟人 周六日则是爸爸带着一家 去麦当劳吃饭 为了方便他们的饮食 也会共享给古巴 于是从阶段母乳之后 古巴奶瓶里的奶粉 就换成了可乐 每天配着炸鸡薯条披萨 可以喝6瓶 每次出去购物 古巴一家都会大量采购快餐半成品 和各种各样的甜食 并放到他触手可及的柜子里 因为年龄太小 他根本不会控制饮食 所以古巴一天至少打开柜子30次 没有节制的吃零食 导致他摄入了大量的饱和脂肪和糖分 于是古巴的身体开始失控了 他慢慢变得无法入睡 每天晚上精神亢奋 一直乱叫 这时妈妈萨姆才意识到 他的饮食不正常 虽然担心他的健康 也知道不能继续让他这样吃下去 但他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改变 而且爸爸西蒙并不这样认为 他很喜欢快餐 觉得儿子也非常喜欢快餐 对于喜欢的食物 他要表示支持 所以他不打算让古巴戒掉快餐 两人意见相左 但关过儿子的健康问题 妈妈萨姆请了一位家庭健康师 简 她有20年的家庭健康饮食经验 她认为 才19个月大的孩子来说 她吃什么东西都是由父母决定的 所以要解决快餐上瘾的问题 必须要从整个家庭入手 第二天 简就上面了解情况 她告诉萨姆 这些扩散里脂肪 盐 糖的含量都很好 会导致心脏病 糖尿病 癌症等 而古巴现在的饮食非常糟糕可怕 她每天摄入3200卡路里 要知道一个成年男性 每天只需要摄入2000到2500卡路里 这已经大大超出了健康的范围 除了这些 简还担心古巴会贫血 因为在19个月中 她没有正确的摄入富含铁的饮食 这会导致古巴的发育速度减慢 为了情况不再糟糕下去 简制定了一个计划 她要求萨姆一家自己做饭 一周最多只能点一次外卖 每天的食物必须要营养均衡 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要扔掉家里的全部零食甜品 营造一个可以健康饮食的环境 为了孩子的健康 萨姆也下定了决心 家里的所有零食都扔掉了 也在尝试着每天自己做饭 面对妈妈做的健康饮食 古巴皱着眉头吃了起来 这是她从出生以来 吃的最健康的一顿饭 但这样的饮食坚持了几周之后 并没有太大的效果 因为爸爸西蒙总是偷偷买快餐 投喂古巴 于是健康事件 第二次上门的时候 点明了西蒙抗拒不了诱惑 并让她去买了平时最爱吃的快餐 拿到炸鸡之后 简为她展示了炸鸡里富含的油脂 古巴一周就要摄入这样 两大块饱和脂肪 这大大提高了她患心脏病的风险 看到这样直观的危害 西蒙被吓到了 她表示以后 不会再给古巴投喂快餐 会严格遵守健康饮食 在英国 有五分之一的孩子 不到五岁时就超重了 垃圾食品对他们来说 是一颗定时炸弹 三岁的哈雷同样是一个快餐 boy 每周她大约要吃掉两份汉堡肉 八块炸鸡 四份薯条 两块冷冻披萨 和二十个冷冻鸡块 还有喝二十四杯碳酸饮料 是两公斤半的糖 从出生到现在 她几乎没有吃过水果和蔬菜 而她的妈妈泰勒 也是靠点外卖生活 泰勒是一个单亲妈妈 十五岁的时候就生了哈雷 哈雷两岁的时候 又生下了一个女孩 因为年龄太小 泰勒并没有很好地接受 妈妈的角色 因为快餐更快更容易 也不需要自己动手 而且味道也很美味 所以她不会给孩子做饭 哈雷从断奶开始 就跟着她一起吃快餐 而最近泰勒发现 哈雷有点不正常 她最近一场亢奋 更喜欢哭闹 还经常说自己牙疼 泰勒的妈妈认为 应该是长期的 畸形饮食引起的 所以哈雷的饮食 需要马上改变 否则她会认为 每天吃的快餐是正常饮食 这并不健康 现在有太多超重和肥胖的儿童 他们大多都有蛀牙 便秘 勾楼病 还有缺乏维生素D等问题 而这些都是饮食不均衡造成的 不只是哈雷 泰勒也因为长期使用快餐 导致心脏瓶发作 医生告诉她 如果再继续这样的饮食 她活不过十年 于是她请了社区营养师 海莉 来规划她们的饮食习惯 见到泰勒 海莉首先展示了 她们一天摄入的糖量 哈雷150克 泰勒500克 这是成年女性摄入量的十倍 长此以往会使人感到疲倦 脾气暴躁 易怒流泪和生气 所以健康饮食客不容缓 但因为海莉没有给她设立目标 而且不会做饭 所以三周过去了 泰勒和哈雷 还是喝快餐生存 海莉知道后 给她们介绍了 同样身受快餐困扰的家庭 她们组织了一个 流行食物的健康替代品的活动 希望可以用绿色健康食材 做低脂有营养的披萨汉堡 在这个活动中 泰勒学到了很多健康食物的做法 回到家就尝试做了披萨 她从没想过 自己也可以做一顿饭 自从泰勒学会做饭之后 哈雷已经减少了 一半以上的糖食物量 日常行为也平静了许多 泰勒现在唯一就希望 哈雷可以健康长大 为了这个目标 她会努力起来 一年之后 古巴一家也完全改变了 西蒙抑制了她对快餐的渴望 萨姆做的健康饮食 也获得了全家人的喜爱 古巴的睡眠也改善了许多 正在走向健康的未来 我是拉环 关注一家一拉罐 带你看更多不一样的人生百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